這時候就有推薦到 其實可以喝一些優酪乳 對 優酪乳 或者是你可以泡蜂蜜水來喝 因為蜂蜜水本身呢 它可以針對潰瘍的癒合 有很大的功能跟幫助 那胃潰瘍的話 胃酸過多 通常會因為胃裡面有個細菌 叫胃幽悶驅狀感菌 那通常目前治療這個方式 其實很容易 那胃腸科醫師都會給你開一個 叫做抗生素 那抗生素要殺死你的細菌 再就一個致酸劑 那讓你胃酸比較不會分泌 所以你一定要按照胃腸科醫師 乖乖吃 把這個療程吃完才有幫助 不能覺得比較好 不可以 不可以 它一定有一定的療程 尤其你吃抗生素的話 它大概會給你一個禮拜留 有些是三個禮拜 一個療程 你記得一定要把療程吃完 才能把你胃裡細菌殺掉 有些上班族會在拿藥 他開三個禮拜 兩個禮拜就覺得不錯 結果就不吃了 留到下一次狀況再吃 乖乖吃完 又要把你細菌全部殺掉之後才好 那基本上它給你吃智三 那些所謂的抑制胃酸分泌的那些藥物的話 你可能有時候你會 鐵離子的吸收會變差 維生素B12的吸收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像這些人可能要另外補充 像維生素B群 尤其B12跟鐵 還有葉酸這些要另外補充 我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至於胃食道逆流的話 那你在飲食方面可能要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吃完不要馬上躺下來 然後不要吃太酸的 不要吃太油膩的東西 太甜也不行 對 太甜也會 空腹吃太甜也會 太油膩的東西 等於是讓你胃都不動 尤其你這一餐 你就吃了非常油膩的東西 而且吃大餐的時候 又吃糯米類的話 因為你的胃整個都不動 胃食道逆流會更厲害 所以如果說你也有胃食道逆流 一定要少量多餐 那至於你有所謂的 胃油門去段感菌 譬如說像蔓越莓 它本身就可以幫助 然後又落乳 有些研究是可以幫助 那有些泡菜也可以幫助 基本上你多吃一些新鮮的蔬菜水果 它可以幫助你殺死胃裡面細菌 那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有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因為很多也是因為壓力有關係 那另外一個研究是發覺 當你腸道細菌正常的時候 胃食道逆流症狀可以獲得改善 所以一定要每天排便 排便是很重要 排便可以減少胃食道逆流 是 剛剛講到這上有抽筋的 有胃部的 食慾不振 還有什麼狀況 來 Yumi 妳來 像我是有那個缺鐵性瓶血 然後我就很常頭暈 然後會缺氧 呼吸不過來 就是都會有這種症狀 然後就最嚴重是我前陣子吧 剛換工作 然後就是心情都很不開心 然後不開心到就是 我後來變成說 我一個月來兩三次的身體期 然後來生理期就整個心情就很不開心 然後旁邊周遭的人 只要有一點點小聲音我都會生氣 譬如說可能喝水 會有咕嚕咕嚕的聲音 我就會覺得他好吵 然後我就會警告同事 就說你可不可以喝水聲音小聲一點 然後只要譬如說敲打 對 敲打鍵盤 然後寫字 咔咔咔聲音 我也會覺得很吵 我就會跟他說可不可以小聲一點 其實我現在回鄉橋 都覺得自己很壞 因為我們剛剛在講話 你會不會仔細說 不會 但是如果喝水聲音很大聲 我真的會生氣 真的嗎 真的會 明顯有沒有這麼暴躍 對 就是很容易躁怒 脾氣就開始暴躁 你現在 你還沒好嗎 還沒啊 他替你在家裡喝水 只要咕嚕咕嚕都會罵他 說你好吵 小聲一點 你身為太危險了 你被我知道 真的我會在旁邊一直跟你喝水 不要喔 我真的會發怒 這已經被... 這已經什麼 這是上班族 心理造成 我跟你說 我們這樣第五名上來對不對 可能電視機前面很多觀眾 已經看到自己的毛病 可是你知道嗎 第二名暴躁應惡 這麼多人是這種情形 情緒上的東西 影響品質 而且影響上班族的那種氛圍 你如果聽到水聲都會生氣 只有兩種 一種真的是你心理上 就是覺得不爽對不對 可是之前有人他是什麼 他很特別叫聽覺敏感症 他的嚴重到是什麼 是針釣在地上他都聽得到 所以對他而言 他聽力也太好了 他是聽覺敏感症 他是一種疾病 你知道嗎 他就是那種後來 他們整個家 他甚至在家裡 都必須戴耳罩或幹嘛 因為不然他會聽到很 他什麼聲音他都覺得很大聲 石兄弟裡面的順風耳也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後來發現這是一種病 他非常困擾 因為等於說一般人的車子 聲音可以接受 可是對他而言 那可能隆隆就像打雷一樣 可是這比較罕見 可是我剛才突然想說 他說他那個缺鐵性貧血 結果這樣對不對 缺鐵性貧血的人 之前有一群女生很好笑 他們有一種很怪的症狀 因為一般你只要頭暈 目眩 沒力 結果他是怎樣 他發現說他睡覺的時候 一天到晚就會覺得 他腳會不自主的抽動 就是你有沒有覺得 你明明在睡 可是他腳會這樣抖一下或抽一下 上課也會 對 剛剛在學校上課睡覺 讓他自己去掉 對 或者是不自主 一定要抖腳 之前有一個女生 他說他明明知道抖腳很醜 但是他忍不住 他就是一定抖 後來他去檢查就發現 他就是嚴重的缺鐵性貧血 醫生說可能是因為他缺鐵 造成了一些某些機制的問題 所以他晚上 因為他腿都在抽動 他沒有辦法睡得很安穩 所以他第二天心情當然很差 所以他當然暴躁一諾 我一個好姐妹 他真的有跟我聊到這一個 他說他有一陣子情緒不好到 譬如說在那個密閉空間車上 他不喜歡他老公去開那個電台 他聽到電台聲他會心情就會很糟 然後小孩子講話他會心情很糟 他每次孩子一放那個回到家之後 他就孩子只要一直問他 媽媽媽媽媽媽什麼 他就會很容易生氣 對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有可能是更年期 因為人家說更年期會容易生氣 對 然後也有人朋友懷疑說 他是不是躁鬱症 他幾歲啊 更年期 他大概40 40還早 可是現在很多更年期會提早 因為現在壓力各方面 然後我們就勸他去檢查 他後來去檢查了 醫生說第一個他不是更年期 第二個他也不是躁鬱症 他是長期減肥 造成他營養失調而變成焦慮 所以他就焦慮到他在車上 只要是在 譬如說晚上很安靜 他只要有一點點聲音 他就會很容易動怒 他精神已經受到一些 因為他長期營養不良 而且你知道像我自己減肥 我知道當你減肥營養不良的時候 你手會抖 手會抖 心跳會快 有些人只要沒吃東西 就會心跳快的時候 你就是一聽到什麼聲音 他是沒有吹吐 他沒有吹吐 但他就是很少 他一天大概 他兒子是不是也食慾不正 你會覺得是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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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個性還滿好 你個人好嗎 你會猴你老公嗎 很少耶 我只是愛念而已 會不會打小孩 我不打小孩的 會不會打到他變癌 沒有 真的我朋友 因為我周遭每個女生 大家都在減肥 對 那我是吹吐 他就是他不吃 他早餐不吃 然後他會餓到大概四點多 代替早中晚餐 我這邊有準備一個 這是真的我平常在吃的 大家也試試看 為了我們節目這樣子 我們有點不好意思 試試看 這個就是你把蝦子燙熟 都是你自己弄的嗎 對 都是自己弄的 然後上面的是什麼 然後這個上面就是南瓜籽粉 可以這樣吃喔 可以 就直接沾著吃就好了 這是什麼味道 好特別喔 這個蝦子有調味嗎 就是燙熟而已 然後加一點點的鹽巴 南瓜籽磨碎嗎 對 超鹹的 我給你了啦 我給你了 你要來一下 他沒有氣死過了 蝦仁本身不錯 一次擦三朵 然後就是把南瓜籽用果汁 自己打碎 然後直接鋪上面這樣吃 但我相信很營養 因為吃起來就是 滿口營養的感覺 那南瓜籽很香 然後蝦仁很新鮮 一次三朵 就多了啦 你那個朋友 再發脾氣給他吃一盤子 有耶 那個醫生有建議 他多吃一些堅果類 是不是會好一點 為什麼會情緒 這樣也跟吃錯東西有關係 什麼是吃錯東西呢 就是反而是脂肪多 跟飽和脂肪多的 甜食跟垃圾食物 你現在看你 你每天是不是都吃這些東西 蛋糕是不是粉絲脂肪多 對不對 是不是垃圾食物 然後薯條是不是 炸雞是不是 我覺得還好 對 好看膩喔 如果多吃這些垃圾食物之後呢 你慢慢慢慢會影響你的情緒 所以有一些所謂的憂鬱症 躁鬱症 其實跟我們吃垃圾食物系相關 我們先講說 如果說你覺得自己情緒不穩定 要吃什麼東西呢 第一個就是所謂 歐米加水系列脂肪酸的食物 他們這些 尤其像一些亞馬子啦 青魚啦 鮭魚 觸刀魚 這些魚呢 能夠幫助我們穩定情緒 那除了這以外呢 這些魚也能夠讓我們 減少過敏反應 所以其實多吃深海魚 其實是有幫助的 那台灣有個魚 其實含很多的 歐米加水系列脂肪酸 就是肉 肉雞辣 肉魚 肉雞辣 對 我們可以多吃肉雞辣 也是有幫助的 再來就是四氨酸 剛才Sam有講過四氨酸 譬如說像一些雞肉啦 火雞肉啦 鮭魚啦 鮪魚啦 黃豆啦 豆腐啦 鮮魚啦 沙丁魚 菠菜 羊菇 裡面都有四氨酸 四氨酸能夠轉變成 我們的血清素 讓我們血 怎麼講 讓我們情緒比較能夠穩定 不會這樣子易怒 再美 美也能夠安定我們神經 現代人經常因為飲食不均衡 所以美多多少少不是那麼充足 那美其實什麼食物最多 最簡單 最好的來源 其實我認為是綠色蔬菜 綠綠色蔬菜 葉綠色的中間就是美 那其他的話 像海帶含量非常高 所以平常可以吃些海帶 而且海帶含點的話 可以幫助我們減肥 還有南瓜子 菠菜 黃豆 芝麻 黑豆 腰果 葵瓜子 蕎麥 這些都含很豐富的美 那現代人因為飲食方面有限吃素 那可能會維生素必失的缺乏 那像幽露乳跟雞蛋 裡面就有很多的維生素B12 如果吃素的人 其實我比較建議淡奶素 那其他的話 像沙丁魚 鮭魚 還有一些鮪魚 裡面也有B12 所以除此之外 還有一些葉酸 記得如果說你情緒不要問題 不穩定的話 每天要多吃一些 像不同顏色的蔬菜水果 至少能夠補充 你一些抗氧化成分的植化素 因為植化素吃得多的話 像這些過氧化的自由基 就不會對你的情緒產生傷害 你以為就是腰痠被動嗎 小心他會要了你的咪 一開始也是覺得他老是肩頸痠痛 而且越來越痛 我就痛得不得了 就一跑去醫院 還找復健科醫師弄弄弄 後來想說這怎麼都不會好 後來想發現不是 第一名上班族的小毛病 就是身體全身痠痛 說不出哪裡不舒服 可是就是痠痛 一般人常常因為 幾乎十個大家都有久的 都有那種肌肉痠痛 肩頸痠痛 之前有一個女生 她又三十幾歲 四十幾 然後她一開始也是覺得 她老是肩頸痠痛 而且越來越痛 越痛得不得了 就一跑去醫院 還找復健科醫師弄弄弄 後來想說這怎麼都不會好 後來才發現不是只有痛而已 怎麼還是長出一顆來 後來才發現 其實她不是 並不是肌肉痠痛 她是肺癌專醫 哎唷 而且是莫及了 所以她大概後來一年 太五就死了 我可能有肺癌 後來有一些醫生就跟我說 他肛比拿了幾年 然後後面痠痛就是肺癌 她是這邊 其實有一個醫生就跟我說 她發現她的患者裡面 肝有問題的人 也常常都會肩頸痛 還好我沒肩頸痛 我不是肩頸痛 可是妳其他毛病也不少 像有些胃潰瘍或是肝上有問題的人 甚至膽結實 她所疼痛 她的反射部位就是背痛 有時候背痛其實是告訴你是膽的問題 或是肝的問題 它其實是個反射痛 甚至有些腰部下面痛 那有些是腎結實 所以背部痛其實還想看醫生比較好 要腎結實 比較安全 對 所以不是說背痛 我幫你捶一捶背就了事了 不是不是 它一定有潛在的因素 你有東西給我們吃嗎 有啊 有啊 這個 我沒有吃嗎 我跟你講這個是 對嘛 這個是我自己平常會喝的 我把它倒進來 因為我怕會氧化 洛梨嗎 那裡面有水啊 沒關係 一點點 這是純牛奶打出來的 然後因為我本身有把那個皮 稍微沒有削掉那麼多 兩根吸管 洛梨牛奶本身就是很好 對 純洛梨 又想到 有 好 你不能噴啊 好 因為其實洛梨本身 它可以幫助你分泌比較多的血清素 然後像牛奶裡面 它也可以刺激你血清素的增生 好 等一下 沒有 它比較苦 怎麼那麼苦啊 因為我沒有把 我把那個皮外面只削掉一點點而已 你故意的 對 因為我們又把皮 沒有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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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梨牛奶才是不一樣 你慢慢的 你的嘴巴裡面會回頭 我告訴你 化妝 沒有辦法 就是那個皮 沒有故意把它削掉很多 你前面累積的 恐怕就壞在這一邊 不然待會兒你的嘴巴會回甘 真的 有 也有回甘 真的 真的有了啦 沒有這樣包住啊 沒有更新 我只是比較營養啦 對 你也有才華 不是 我們吃什麼可以把所有 剛剛你們專家講的那些什麼樹 什麼樹都包了呢 我們剛才不是講有鮭魚嗎 是嗎 對 鮭魚對不對 而且這個也有這樣 我們現在我去沒有講 它裡面是堅果醬 堅果醬在裡面 對 堅果加醬 很稠耶 對 很稠 這家東西超好吃的好了好不好